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的幸福住宅经过两波的申请选屋后 仍然有153户的余屋 台东县政府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30号为止 再度受理申请 申请的资格是扩大开放到家庭年所的60分位点 以及70分位点以下 也就是家户的年收入约在71到84万元之间的家庭 可以减负相关的证明向县府建设处的都市计划科来申办 为了照顾经济弱势的族群 县府在康乐火车站推出300户的平价幸福住宅 目前正在施工当中 预计明年将可完工 原本申购资格为家庭年所得在50分位点以下 也就是约60万元以下民众可以申请 但经过两次公告申购后 仍有150多户的余屋 其中包含14户身心障碍特别户 县府在审查资格通过后 将以家庭年所得的不同 进行选务顺序签的抽取 都市计划科指出 申购资格除无自用住宅等相关限制 申请人若同户直系亲属两人以上 第三人起 每人可增加计算15万元的额度 相关资讯可到台东县政府 全球资讯网幸福住宅专区 或建设处都市计划科洽询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导